娱乐圈的关系好复杂 阿萨曾与杜文泽多年不和 由阿萨杜文泽主演的电影《超级经纪人》 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离 现场阿萨杜文泽亲密互动相处融洽 不过日前却有消息 阿萨曾经对杜文泽有点意见 不是有点意见 我以前跟他是不和的 我很生气他 因为他以前有做过很过分的事情 没错 到底杜文泽做了什么事情 惹得阿萨如此生气 事情还得从好几年前说起 话说当年阿萨和郑中基 还是一对隐婚夫妻 因为我以前跟郑中基就比较熟嘛 那他常常喝醉酒 那跟我一起去喝酒了 他不停地打电话来 我觉得很烦 我就骂 那我就 对 对 我就把电话敞过来就骂他 原来是杜文泽酒后对阿萨恶语相向 导致两个人结下了梁子 从此五年时间视而不见 形同路人 直到后来杜文泽进了阿萨所在的公司 因此低头不见抬头线 该这个的问题还是要解决 就我跟他盗窃嘛 可是人就是特别烦 我会常打电话给他现在 对啊很多问题 我还是怀念跟他不合的日子 小编电评 冤家一解不一结嘛 舆论 我会常打电话给你 我会常打电话给你